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這節 要講一個騙局 最近 是在無線有報導的一宗 一個大學生 20歲 一個叫Cat的女生 在網上找一些兼職 做搶單 應該跟大陸牽涉到大陸有關 他最初就跟網紅搶單 他卡進去 類似的 幫人製造流量的東西 不知follow了幾個 然後就按like 類似的就說有錢了 最終 就是說 越做越大 最初給你一點貼頭 兩三千元就給你一點貼頭 當你得到甜頭的時候 就越來越大張單 到最後那張單 是幾十萬 他最後問朋友借錢去買 最終 就被人騙了錢 三天就被人騙了28萬 這件事 我覺得是應該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因為很多年輕人 他們的社會經驗不夠 很容易被人騙 我們 當然我也被人騙過 年輕人沒有經驗 正常的被人騙 所以大家最重要 很多時候 多點跟家人商量 當年我就是因為當時就信了一個人 沒有跟那些拍檔商量 被老千就差點吃了台 這件事我也是現身說法想跟大家說說 說之前就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我們星期二日報已經變成我們的主力頻道了 不是主頻道 而是主力頻道 主力頻道 所有節目 我們都會放在這裏 現在 現在基本上 收入也追回了一段 幸好之前是跌了九成多 其實是九成多 很慘 那些基本上 連做圖的錢也不夠 廣告收入 大家想想多可憐 現在慢慢有些氣息 現在不用虧本了 我們也 逃離這個危險期 當然 仍然需要大家的支持 最重要 啟動免費模式 我覺得是對大家最好 因為現在這樣的經濟環境 大家都知道 我們跟我們看多點影片 這是我們 最重要的一環 因為大家都可以用免費模式幫助我們 我們有兩個呼籲 第一就是88 年近碎晚 其實88 遭約到了6月份 但是 大家知道2月 他年初四 但是政府不會放寬這個防疫 不會有生意 我會營業 之後的14日 當然也不會很適存 如果繼續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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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是14日 zijn這個份就出現了 三月份 傳統淡季 剛剛卻靜了我們錢 最後的25초 minist加齡 賣了全engo 所以 más複雙的力薪 是最差 這兩個月很難捱 如何交租 如何養活 自己也沒辦法 所以大家 幫助最後一次 訂盤菜也好 我想過年前 差不多 最後的日子已經倒數了 另外呼籲2月4日 年初四 我們會在倫敦的中共大使館門外舉行一次示威 當然我們是幫忙的 主辦是香港自由燈塔 袁爸爸的機構 另外 我們也會協助 參與幫忙做這個組織 因為 現在 他既然搞了 我們也覺得 理念大家一致 所以 應該 世界上沒有 哪幾個好像我們的理念那麼接近 所以 很多我們的支持者一樣是支持袁爸爸 很多袁爸爸的聽眾也聽我們的 所以 那天呼籲大家一起出席 袁爸爸也會特意改機票過來 2月4日 下午2點到4點 星期五來 當日是星期五 可能很多人也要上班 希望真的 不用上班的朋友 到時一定要到場 事後我們會在那裏舉行一次 義工大會 商討下接下來的策略 看看怎麼做 好了 繼續說回 騙案 應該有請問 這個其實是東張西網報的 我先說講他的內容 somad Kat 說要交學費在IG看到點擊、訂閱、 resonate 謝謝 셔서 Of the people CIA 聯絡了對方 最先做到任務就是點擊 龍目 大陸網紅的影片 such as the amount of cash 但需要權 cash 才當一個任務 之後 客戶服務 將Kat的任務就變為 透過賺多多App搶單 但其實這一刻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搶什麼單 只是知道每天搶救60張就有佣金 一個小時可以賺到500多元 幫我們做節目一個小時也有 幾百元的 當然 因為 我們也 不會刻薄火記的 所有伙計都是出足糧的 當然 由於我們的資金不大 只能夠 請到部分的人 不能請很多 接下來如果我們做得大 我們會更加 增併人手 後來 搶單就變成亂單 開始的時候 要開始投入錢 但Kat最初也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 每次年本帶來都可以賺錢 每次年本帶來都可以賺錢 例如有五、六千元 自己投資三、四千元搶單 可能是拿錢去買單 詳細他沒有這麼說 我估計 即是說 投資了自己買單 可能是跳巴 變成有錢賺 所以 每次都做了 每次都跟著做 後來有一張單 是12萬的聯單 可能要做到12萬 年本帶來都可以賺 賺幾筆東西 當然是賺錢 因為之前每次都收到錢 每次都有錢拿 他覺得 問朋友繼續搶單 來做這張單 也有好處 最終就問朋友借錢 然後客戶服務就要求Kat 要付88888 將戶口 upgrade 才可以賺回所有的錢 當時的客戶就說 趁你的資金和佣金 可以一起收回 當然 我相信了 當Kat過了數之後 客戶服務就說 你的會值太多錢了 一次過就不可以拿那麼多 要付388888 Kat當時就覺得 好像 好像被人騙了 所以上去報警 報警警員說 你今天是第六個 變成是很多人上當的 Kat在三天之內被人騙了28萬 而這筆錢大部分都是跟朋友借回來的 20歲的大學生 可以問朋友借到28萬 他當時很絕望 想過去賣神 賣神 賣神一次過 他打算短期內賺錢還給朋友 當時他訪問當日 客戶服務就投意他 Kat 去財務公司借錢 否則所有資金都會沒收 當然這是騙案 其實有很多這類的求職陷阱 例如 以前最流行請抄寫員 實際就是倫敦金 然後 哄了你去 簽了 然後很好賺的 他就會給你 假戶口 給你操作 你看多容易賺錢 令你覺得不如我自己做一份吧 然後 哄家人親戚朋友拿筆錢 或者自己拿錢出來 出來做 誰知道一做 就被人 批薯仔批了 甚麼是批薯仔呢 你用竹籤 然後 放進去 像沿北跑那樣 不斷批 批到最後竹籤也批了 竹籤批完之後就批手指 大家明白嗎 最終 他就是用一個高頻交易 去化了你的錢 基本上那個盤沒有下出街的 是他自己交易 即是 100元買 99.8菇 99.8菇 99.6菇 然後就幫你賺錢 但實際上你給佣金 全部 給很多 因為一晚交易一兩萬次 而且 他那個點數是吃你的 即是你買入賣出的差價又抹大了 所以是輸的 那晚做得越多就輸的越多 他一晚就把你化了你的錢 但是你如果每次放幾片東西 一定是給你賺的 因為那塊盤是他操縱的 他贏定的 一定是給你賺的 你如果買5萬元回去 他一定是給你賺2、3萬 你就覺得很好賺 拿走這麼費用 當然會滾大了 單車變了摩托 50萬變了 50萬變30萬 50萬變30萬 860326410282056 很容易發達 當然是他 除了倫敦金的騙案 還有很多 以往 就是 尼日利亞騙案 騙案的做法就是洗黑錢 說有筆錢是軍閥的 現在就搞不定 不過如果你去幫忙 幫他 啟動的戶口 或是激活的戶口 你就可以分到裏面的10% 那筆錢是多少 400億美金 不是發達了10% 是呀 你沒聽錯 400億美金 不過他不會全給你做的 你只是分到兩億 兩億那麼少 10%是多少 2000萬美金佣金 一世人從來沒見過錢的年青人 很多重招 很多年前 我有一個 我 爸爸拍檔的兒子中了招 當時他 找大使館 當時還未回歸 找英國大使館 找新華社 找中國領事館 尋求協助 最終也搞不定 然後 搞了很久 報警 國際刑警 最後 一順血小子增加機 然後還有一件事 又是牽涉著洗黑錢 就是有一張黑色的 是美金來的 他就說 現在全部染黑了 有牛顏 當時 分開veloppe的被化學藥水和化學藥水染黑了 這批錢 也是有往上 constitutional rainy fa 不會說太多 也不會說太多密他 有超 этого硬 safety 他用了一堆黑色的東西 拿著一口 那一口真的是 只要有化學藥水 就可以洗乾淨黑色的東西 然後 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你聽到 你當然不相信 騙鬼了 然後他即時 在你面前試給你看 這些是洗不了的 但是 他的化學藥水一洗就洗掉了 不過 化學藥水不便宜 我們的研發成本要多少錢 那麼我們 做一張 我們可能要5元美金 100元美金的東西 我們可能要5元美金 40元很少錢 但是你不會做一張 你一批 可能要花10萬20萬 那麼他 不如這樣吧 投資5萬元 賭一賭 初初 你投資5萬元 是會有些美金回來的 他一定會讓你拿回美金的 是不是呀 我也說真的 到最後 你再貪心 再投資一筆錢下去 那就搞定了 很多時候 這類 騙案也是源於貪念 當然也有最近的騙案 電話騙案就是 恐嚇你 靠客 令到你覺得 我走得正 站得正 我怕甚麼 我開戶口 你也拿不到我的錢 結果 戶口的錢被人拿了 當然是要跟銀行 配合 一定有銀行裏面的內軌 為甚麼那麼久也抓不到人呢 銀行裏面的人也有份 公安可能是其中一個包庇的人 所以那麼多電話騙案全部在境外 你要收錢 大陸沒有人配合你收到錢 全部在大陸的建行 工行 最大的銀行 開 沒有銀行的職員配合 你怎麼可以拿到錢呢 很多種不同的騙案 當然有些是硬來的 例如我們遇到的壞人也是一樣 就是黃皮樹撩哥 勢圖險惡 很多時候 我們也提醒大家 便宜莫貪 有句說話 利大本無歸 不要隨便相信一些很容易賺錢的東西 因為 你要想一下 很容易賺錢的東西 會不會輪到你呢 幸好真的 被你找到一條深海龍等 遇到甚麼情況 我們 遇到其實也有很多很多這類案件 之前有 有件事我覺得也是一件事 他就說 是一個 黃族 是一個東南亞的黃族 不要說明了 有400噸 黃金在匯豐銀行 你可以去驗的 他每次就要做10噸 10噸黃金 一噸多少錢 一噸三億 最少要做10噸 他怎麼做呢 是比市價低的 其實黃金 要不要比市價低賣給你 一定有景觀 我就想不明白 他怎麼出術 最終原來 原來就是大陸 現行 當時有些假黃金 就是拿一些假黃金 杜的金 然後就去充真的黃金 然後就去即場試給你看 你買了就是買假黃金 那麼香港是不是用這個方法做呢 我不肯定 但是我覺得 一定有問題 老實說10噸金自己賣給周大福 用甚麼經理呀 你有甚麼資格做 很多這樣的個案 我們真的接觸了很多 先說到這裏 接下來如果有其他東西我們會再跟大家說 不過 始終貪自得貧 大學生 年青人 沒有甚麼社會經驗 很多東西是真的不知道 多點跟家人商量 如果當年 我多點跟 拍檔商量就會沒事啦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人 騙了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